注意,这是2025年最新的银河系3D地图,这是旅行者号携带的地图。 科学界一直在争论,如果外星人抓到旅行者号,它会暴露地球坐标吗? 你可能会问这幅勾勾巴巴的地图,外星人真能看懂吗? 看懂了之后,它们是会像三体人一样杀过来,还是先给人类扔个水滴? 接下来我们一起看看旅行者号的星图与最新版星图的差别。 旅行者经唱片上面的星际地图,以地球为中心,其中的长线指向银心方向。 不过这种投影方式,无法直接对应3D空间,这是它在3D视角下的样子。 制作者根据2025年最新的测算数据,更新了这些脉冲星的距离。 要知道20世纪70年代绘制这张地图时,天文学家才刚开始了解脉冲星,当时对距离的测算远不如现在精准。 此外,我们现在还发现,脉冲星的信号并非像过去认为的那样完全规律,它们的自转速率会随时间变化。 关于暴露地球位置,目前有很多不同的看法。 但实际情况是,这些探测器还需要数十万年才能飞出太阳系周边区域。 而且对于一个先进的星际文明来说,它们很可能只需通过逆向推导探测器的轨道,就能确定它的发源地。 毕竟我们现在都能根据彗星反推出它来的方向。 现在回到银河系视角,你现在看到的是以地球为中心,向外八千光年的最新3D地图。 要是哪天你让外星人抓走了,记得看一下这个地图,兴许你能走回来。 因为这个地图描述的就是,我们在银河系中的位置,像你熟悉的创生之著的照片,还有那些离地球最近的脉冲星、黑洞和中子星。 它们具体在星系空间的位置,都纳入到了这张地图。 这个地图不仅会告诉你这些天体的位置,还结合2025年刚更新的数据,带你了解目前已测绘到的星际介质结构。 其实关于银河系的地图,你看到过不少类似这样的星系图像,但这些其实都是基于现有认知的推测。 因为我们身处星系内部,以目前的科技,不可能让探测器飞出银河系来直接观测整个星系的全貌。 不过,我们能直接观测到周围数千光年内的星际尘埃云。 虽然肉眼看不见,但宇宙并非空物一物,而是充满了尘埃与气体, 尤其是在地球所处的银盘区域。 下面呈现的不是天体的真实外观,而是作者利用科学3D尘埃数据展示地球周边尘埃云的密度分布, 从中你能大致看出星际介质的结构。 这些是主要的超大型尘埃云。 而太阳系恰好位于拉德克利夫波与斯普利特云之间。 著名的天鹰座猎系就位于斯普利特云中。 我听到这个名的时候,觉得有些科学术语比科幻小说里的名字还酷。 现在为了更好地给你展示银河系旅游路线, 我得从太阳系周边区域开始,再逐步向外扩展。 你现在看到在图像中心是我们的太阳系, 它处于一个气泡之中。 这片区域直径约一千光年,被称为本地炮。 它之所以被称作炮,不是因为这里没有恒星, 实际上这里包含数百万颗恒星, 而这幅图只展示了尘埃分布。 这个本地炮,我之前影片讲过, 它形成于约两千万年前, 由一颗或多颗超新星爆发产生。 这些超新星爆发后的物质, 经过亿万年的膨胀, 将尘埃推至如今约一千光年的直径范围。 这是西奥奥尼尔团队最新获取的数据。 该数据显示, 本地炮正在向一个通道中扩张。 气体和尘埃正沿着这个方向, 从银盘向上向外流动。 这个过程在整个银河系乃至所有星系中都很常见, 被称为中子循环, 就是尘埃和气体在银盘中不断循环再生。 2024年这些新数据还发现了, 离地球最近的尘埃云之一EOS云, 它距离地球约300光年。 如果能从夜空中观测到, 它大致就是这样的景象。 几乎正对着银新的北方方向, 有一颗已知离地球最近的中子星, 距离约400光年。 中子星是超新星爆发后留下的致密残骸, 大多数中子星都处于暗态, 不会释放太多光或电磁辐射。 这颗中子星是20世纪90年代发现的壮丽七中子星之一。 它们在X射线波段亮度较高, 因此我们能轻松观测到。 但大多数中子星更为暗淡, 而且很可能存在比它离地球更近的中子星只是尚未被发现。 不过有些中子星的亮度却极高。 这类中子星不仅会自转, 还拥有极强的磁场。 它们被称为脉冲型。 之所以叫这个名字, 是因为当它们的磁挤扫过地球观测方向时, 会产生周期性的信号脉冲, 以致离地球最近的脉冲星距离约460光年, 几乎位于正东方。 而这个位置是离地球最近的螺旋星云, 有时也被称为锁伦之眼, 因为它的外形酷似一只眼睛, 它体积相当小, 直径还不到六光年。 所以为了能从这个视角看到它, 这是放大了它比例厚的样子。 另一处是著名的马头星云。 它位于猎户座内, 靠近猎户座星云。 但从这个视角看它是倒置的, 所以我们需要把它翻转过来。 它距离地球约1400光年, 正好位于猎户座复合体的中心区域。 这片广阔的天区 承载着许多著名的天体, 比如深宿四、深宿七和深宿五, 这些都是猎户座的组成部分。 之前提到的创生之柱所在的鹰状星云, 位于与银心相反的方向。 猫眼星云则在西方, 而船底座星云, 比前面的说的星云远得多, 在距离地球约1.6万光年的遥远东方。 韦伯太空望远镜拍摄的很多影像大多来自更远的其他星系。 再来说说黑洞。 银河系中心当然存在一颗超大质量黑洞, 人马座A。 它距离地球约2.7万光年。 过去已知离地球最近的黑洞是A06-2000, 它位于猎户座星云和码头星云的后方。 但盖亚任务最新获取的数据, 发现了目前已知离地球最近的黑洞, 盖亚BH1。 距离约1500光年, 如果你想去黑洞旅游, 它或许是首选。 而比起其他黑洞的名字, 盖亚BH1绝对是一个直观好记的名字。 因为发现它的探测器叫盖亚, BH1则代表是它发现的一号黑洞, 但发现顺序与它们和地球的距离无关。 而盖亚BH1只是恰巧离地球最近。 到目前为止, 盖亚还发现了另外两个黑洞, 分别是盖亚BH2和盖亚BH3。 你现在看到的是天鹅座X1。 它不仅名字好听, 也是研究最多的黑洞之一, 距离地球约7000光年, 位于西方。 黑洞不是看不见吗? 怎么知道它在哪儿的? 其实刚刚说的这些黑洞都属于双星系统, 也就是说能发现它们是因为有一颗恒星围绕着它们运行。 黑洞本身没有颜色, 很难直接探测, 而且它的引力比科幻片里的巨型黑洞的弱得多。 因为这些黑洞体积较小, 引力不足以影响遥远的恒星。 但当有恒星围绕它们运行时, 如果距离足够近, 恒星会受到黑洞引力的影响。 我们也因此能间接发现黑洞的存在。 有些天文学家提出过一个观点, 推测太阳系内可能就有黑洞, 比如海王星外的引力波动, 很可能不是假设中的第九行星, 而是一个微型的黑洞。 只是目前仅停留在推测方面, 并没有任何直接证据。 至于离地球更近的地方, 是否存在其他黑洞? 那就有待后续地发现了。 不过一个有意思的现象, 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。 今天聊的这些天体, 大多都靠近银道面。 就连陈埃云的高度, 也只上升到约一千光年。 银盘似乎非常平坦, 这也是为什么在远距离观测时, 东西南北这类二维方位术语是有意义的。 所以,你觉得未来, 人类能不能发射一颗超级探测器, 像旅行者一号那样, 给银河系来张全景图呢? 欢迎评论区聊聊。